做上司的,我们免不了就是一定要带领下属 到底要如何带领下属,而能够真正让下属愿意跟随着我们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领导,下属是愿意去跟从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胜任主管所应该所做的事 没有办法胜任领导所应该做好的事宜的话 那么下属跟着我们,他可能也会觉得忧心忡忡 甚至他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好上司,也从打成心比没有真正的去尊敬我们呢 那么好了,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效带领着下属呢? 那么首先要做到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本身的全盘大局 让下属能够清楚的去了解 有很多上司他们都有一个迷思,就认为说 今天我给予下属命令,下属只要根据我的命令去把事情做完就行了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下属只会变成一个根屁虫啊 也就是呢,你今天说什么,他做什么 他遇到了问题之后呢,他可能就会跑来问你了 一旦能够让下属能够明白整盘大局的话呢 也就是下属能够从中呢,明白所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也能够真正的往这个方向而去前进 那么在过程之中呢,如果下属遇到了一些可能难题 或者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也能够申诉性的去处理 毕竟他已经知道了 要完成这件事情呢,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下属呢,就会比较明了整个事情的发展 整个事情的如何去跟进 这些都是我们本身要让下属明白的整盘大局 而千万不要有这一种就是不让下属明白整盘大局的这个迷思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让下属能够知道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如何的 让下属跟着这个方向而去前进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本身也必须要让下属知道说 我们给予的命令一定要够明确 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交代下属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往往我们没有给予一个很明确的命令 就好像我们说了,这件事情就委托你去做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命令来的 我们如果要下属完成一些目标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 这一个要做的事情呢,何时需要完成 他要得到的那个结果是什么的 所以这个呢,就能够让下属真正明白了 到底上司要我做的是什么东西 有很多上司呢,都是模棱两可的 而讲了一些东西呢,就是让下属摸不住头脑 那么下属如果他不懂得如何再次的访问 和上司再次的确认的话呢 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获得完整性的去达成了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作为一个上司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让下属知道我们想要达到些什么成果 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避免下属犯错 加上能够降低这个营运成本 我们也要知道,人呢,都要人家尊敬他 也要获得一些赞扬 这些是人之常情嘛 因为毕竟人是一个情感的动物 能够获得上司的赞扬呢 其实是能够让本身所付出呢 而是觉得值得的 所以今天身为上司呢 我们也必须要在下属做得不错的时候呢 适当地给予这个赞美 给予这个称赞 让下属感觉到呢,今天他的付出呢 是有目共睹的 有能够获得上司的认同的 这些都是做上司呢 能够做到的事情 有时候啊,很多上司会认为 哎呀,工资都已经发给你了 为什么还要赞美你呢 你做得好,做得对是应该的 你做得不好,我就要责备你了 人又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一起共事的时候呢 往往要了解啊 有时候呢,不能够太过以木纳 去从事一些事情 懂得做事,更要懂得做人 做上司也是如此 我们要跟下属之间呢 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合作关系 拥有一个更融洽的关系呢 上司就要懂得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呢 去赞美一下你的下属 让下属感觉到呢 跟我们在一起共事呢 是愉快的,是轻松的 也能够让你本身成为一个下属心目中呢 一个懂得赐财的一个好上司 这些都是重要的啊 那当然了,做上司的话呢 我们也必须要获得下属的尊重啊 要怎么能够获得尊重呢 尊重基本上来说呢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呢 你有没有坦诚的 诚实的跟下属之间一起相熟呢 有很多上司呢 如果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往往会阴拥他本身的一些错误 如果一旦让下属发现的话呢 我们本身的诚信何在呢 所以有时候呢 适当的放下你的身段 和下属认个错 告诉下属 哎,这一方面我也做错了 反而你会得到下属的一种尊重啊 这些都是必要的 那当然了 和下属一起相处的话呢 有时候呢 我们也要彼此间的一种交流 千万别板着脸啊 你要下属尊重你 你毕竟也要懂得 如何能够跟下属之间呢 互相拥有一个尊敬的存在 假设今天呢 我们本身只是一味的 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 而让下属感觉到 永远高不可攀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得到尊重的当儿呢 也可能没有办法和下属之间呢 拥有一个融洽的关系 那么你要引领着他们做事的话呢 就会难上加难了 所以今天要引领着真正的下属的话呢 作为上属的 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一些 所谓我们应该做的一些小细节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在带领下属的时候呢 就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了 但是就能够更加的让我含过了